政府表示不会从征收的碳税获得额外的净收入 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表示 当局将把这笔税收以水电回扣等方式资助家庭和企业 以便转型到低碳未来 国国从后年起分三个阶段大幅度调高碳税 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 在国会辩论2030年 新加坡绿色发展蓝图预算开支时指出 适当的碳税价格有助塑造负责任的行为 碳税调高意味着家庭电费也会相应调高 政府将协助家庭应对电费上涨 过去三年有95万户家庭从水电费回扣中受贿 另外政府将在今年较迟时候正式修改国家自定贡献预案和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目标 不过在最终设定哪一年达到净零目标前 会同各方密切咨询 下个月起 国家环境局将把能源效率基金的资助底线 从50%提高到70% 协助更多制造业中小企业采纳节能科技 减少碳排和能源成本 缓解碳税调高所带来的冲击 环境局也将同新加坡理工大学合作 为2020年设立的能源效率科技中心展开下一阶段的工作 包括设立一个训练和模拟中心 更多细节将会在教池时候公布 部长还宣布 当局将在研究创新于企业2025计划下 拨款大约2亿2千万元 推动同水源科技和资源再循环相关的研究工作 与此同时 当局将拨出290万元资助68个新加坡生态基金项目 其中就包括42个在资助类别下的小型项目 这些项目采用更简化的申请和评估程序 去年11月推出的新加坡生态基金 是为了鼓励公众和企业共同创造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 为了推动绿色环保 鼓励国人使用电动车 政府将调整拥车证组别内电动车分类的门槛 同时在2025年底之前 全岛进2000个组屋停车场 每个将安装至少三个充电站 交通部长易华人在国会参与绿色发展蓝图辩论时说 这些充电设施主要提供低功率的隔夜充电 不仅能满足用户需求 也可以解低电网的负载 陆路交通管理局将在今年上半年 为组屋停车场电动车充电设备 推出更大规模的招标活动 当局也会逐步提升住宅区所需的充电基础设施 确保有足够的电力容量来支持电动车充电 并会在今年烧池时候制定新法规 确保电动车能安全可靠进行充电 同时交通部在对拥车证组别中 电动车的分类进行检讨后 决定将中小型汽车组别A组的最大输出功率 从原本的97千瓦调高到110千瓦 这么做能让符合A组拥车证门槛的电动车块 从10块增加到20块 这项调整将从今年5月的第一轮拥车证招标活动开始生效 至于公共交通 当局也承诺将加快公共巴士车队电动化进程 并把所有电动德式的法定使用期限 从8年延长到10年 让业者有更多的时间优化他们的电动德式投资 此外 新建造或近期翻新的陆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屋顶 也将安装太阳能板 以减少碳排放和降低能源成本 中文字幕组合 李宗盛